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和集训教官发生如此激烈的争执 在队员张孝辉看来 之前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因为眼前这个被称为教官的人 曾经还是自己的师弟 真正论起射击水平来 自己也绝对算是整个集训队 枪法顶尖的高手 张孝辉是一名情报参谋 从事射击教学工作长达八年 擅长守护枪射击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射击高手 就在几天前 他和来自武警部队特战 侦察分队的精英们 在此展开集训 他们将要在15天的时间内 对37个课目 71项内容进行训练 然而集训刚一开始 他就和教官 也是自己的师弟周坤 因为如何搬运弹药箱的动作 发生了争执 观摩我们教员的 这个射击动作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说我双手扛着弹药箱跑 是不是更快一点 战斗应用射击 是这次集训展开的 一个全新的训练科目 训练要求特战队员 携带25公斤的弹药箱 快速通过障碍区后 利用掩体 对距离15至70米的目标 进行多种姿势的战斗射击 提升特战队员 在高强度运动后 对多枪种 多种射击姿势 转换应用的综合素质 形成速度与精度 技术与战术 高度融合的实战能力 其中搬运弹药箱这个动作 教员周坤更加强调单手搬运 他认为这种方法在实战中 能够更加灵活高效地 应对突发情况 但师哥张孝辉却并不认同 我们以快为本 以快为最终的目的的话 我想双手比较合适 刚开始在教员示范的时候 我觉得他可以 可以变通一下 那么这两种携带弹药箱的方式 到底哪一个更提进实战化要求呢 下面呢 我们就进行第一次的莫迪考核 在考核的过程中 我会给大家加点料 希望大家呢 能够排除一切干扰 认真完成科目 再回 到 你身为射击教员出身 先给大家打个案 射击位子 就位 是 射手准备 第一次莫迪考核 教员周坤点名让自己的师兄张孝辉 第一个上场 目的十分明显 希望张孝辉 能给大家开个好头 首先呢 他从射击既然出身 他对于射击本身技能比较好 所以说呢 让他第一个去打 一个是让大家能够看到 一个射击的 具有很强烈射击基本功的人 在打一个全新的科目的时候 能够打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然而 张孝辉在携带弹药箱 通过障碍驱使 并没有按照教官一直强调的 单手搬运弹药箱 而是依然采用双手搬运弹药箱 虽然在速度上 确实快了很多 但教官周坤 却并不满意 像他这种 双手去搬运弹药箱 然后呢 把枪子背起来的这种行为呢 在战场上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教官周坤反复强调搬运弹药箱的动作要领 但张孝辉显得十分固执 依然坚持使用自己的方式 双手搬运弹药箱 那么他为什么要和教官周坤这么较真呢 从内心来讲 是有一种不服气的这么一种感觉在里面 然后呢 毕竟自己也是多年从事设计教学嘛 还是有一点小研究 然后呢 教员讲双手不能 不能双手扛 要单手 而且要左手 去提弹药箱 当时还是不太理解 由于战斗应用射击课目的成绩 以时间为平定标准 特战队员在携带弹药箱快速通过障碍区后 要对距离15至70米的目标进行射击 分别是两个国标靶 两个条形钢板靶 其中国标靶命中A区或加10 命中B区加11秒 命中C区加15秒 射击时违反操作规程 每次加1030秒 射击要求又快又准 因为一旦跑靶一发 加1020秒 钢板目标 每跑靶一发 将要加10200秒 在时间和射击难度如此高的要求下 射手想要打出好成绩 显得十分困难 然而教官周坤 却还在不断提高难度 他开始投掷发烟弹 来干扰张孝辉的视线 那么张孝辉还能精准命中目标吗 然而通过子弹命中情况来看 发烟弹对射击经验丰富的张孝辉来说 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他的每发子弹都精确命中A区 不会因为射击命中问题而被加10 然而原本以为拿到好成绩的张孝辉 却被教官周坤当场浇了一碗冷水 当着所有集训队员的面训斥自己的师哥 周坤一点也不给面子 张孝辉也显得很不服气 那么教官周坤这股火又是因为什么呢 第一个心理反应就是有点不服气 感觉没有出错 没有问题 因为毕竟是一整套的连关动作 自我感觉还是比较良好的 感觉没有问题 下面我们公布第一轮讨核的成绩 张孝辉射击用时189秒40 现在的盗用箱违规 射击时踩踏射击地方违规 共加持60秒 最终用时249秒40 徐静辉射击用时234秒73 无违规 原来张孝辉射击用时189秒40的成绩 在集训队员里的排名虽然非常靠前 但因为双手携带弹药箱和射击姿势违规 而被加持了60秒 成绩一下子排到了后面 在战场上 弹药补给有着绝对的重要性 对于如何携带弹药箱通过障碍区 张孝辉还是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然而在教官周昆看来 这样的方式却是致命的 张孝辉射击枱怎么打了 两手扛着嘛 我是什么要求 教员我个人观点啊 我单手比较吃力扛箱子 我双手扛着这50斤的箱子 我能够快速通过战海区 到达我的设计阵队 所以在战场上嘛 快速是第一位的 不论我采用什么方式 所以说我双手扛着箱子 比较顺利一点 他其实是脱离了战场的 那么他的双手没有解放出来 枪支没有处于一个 随时可以揭发的状态 那么他到了战场 遇到紧急情况 他的紧急避险和这种迎接反应 是做不到第一时间的 所以说他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 尽管周昆反复强调 单手携带弹药箱 更符合实战需要 但张孝辉还是把快 作为自己坚持 双手携带弹药箱的理由 事实上 武警部队不断探索 实战化训练新理念 每年都会在南京 组织特战土干集训 面临新的标准 新的要求 像张孝辉和周昆 这样新旧理念之间的碰撞 在集训队每年都会发生 战场的快 就是绝对的好吗 单手如果你不行 你就给我加强练你的单手 如果你还不理解 为什么要单手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为什么要常用单手 我对我肯定不理解了 我肯定快递优的嘛 对不对 位置准备 按照你的方式 好 双手扛 我要退 那里往方弄走 所有人 张孝辉 收入集合 为了进一步验证 单手携带弹药箱的方式 更符合实战需要 教官周昆 只好模拟战场情景 让张孝辉 用自己的方式 通过障碍区 那么这样验证的结果 到底是什么呢 我让他永远意想不到 他下一步可能会遇到什么 张孝辉 按照你的方式 通过障碍 前方运行 在张孝辉使用 双手携带弹药箱的方式 通过障碍区时 周昆模拟敌人 向张孝辉开火 面对密集的枪声 张孝辉才突然意识到 自己并没有因为速度取胜 反而慢了 我扔掉弹药箱 握倒 紧急握倒 然后我立马感觉到 哎呦 完蛋了 反而慢了 出了一点问题 如果说当我握倒之后 然后把枪拿出来 然后再对 完成军枪 对敌式射击 这个时候我估计 在时刻中 我已经泄菜了 现在知道为什么 要单手提弹药箱了吗 刚才你在通过障碍的过程中 突然遇到敌方袭击 你不能够第一时间 做出反应 进行还击 那么到了战场上 你是会丢掉命的 为什么我要求 要左手 单手持弹药箱 这样我们在越战的过程中 我能始终保持 我右手持枪 枪口指向 我的前进方向 随时观察敌情 当我越战过程中 出现敌情 我第一时间 实施反击 迅速改变我的位置 转换我的姿势 这就是我们训练的最终目的 也是为什么要采取 这种通过方式 直到这一刻 张晓辉才突然意识到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 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开火 自己双手携带弹药箱的方式 虽然通过障碍的速度更快了 但如果在此时遭敌袭击 不但不可能在第一时间 对敌人进行快速还击 反而有可能一物战机 牺牲在战场上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你这个膝盖位置 不小心中弹以后 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膝盖中弹以后 你的人体自然 它会是导带颜体范围之外 这样的话 你整个就暴露了眼神 而且你很容易被击敌 那么如果呢 我们在训练过程中 把这个膝盖腿泥皮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一个是能够 缺了引力在范围之内 就算你在这个过程中 受到袭击 腿部受伤了 人体会自然反应 腿部弯 人整个是引入了眼 周坤知道 张晓辉之所以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太追求速度 新的训练课目 更多的是要考虑战场因素 就是要改变传统的 我们这种设计的观点和理念 追求我们这个成绩的同时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战略 更准备进去 把它变成自己的形式 和形式的动力 那么我们到战场以后 才能够更加好的军聚 通过这次模拟实战的演练 张晓辉也迫切需要 转变射击理念 你可能射击成绩 打的本身命中目标 并不是太好 这个通过短时间的训练 它都可以去提高 但是如果你在科目的 整个实施方法 实施程序和战术背景 脱离的话 那么这个理念上的差距 你转变不过来 那是很影响我们以后的训练的 在我们以前拍摄的 武警部队特战集训中 一个出枪动作 没有上万次的训练 形成不了肌肉记忆 就达不到零点几秒 出枪射击的要求 特战队员要想适应 新标准 新理念 一个动作 就要进行长时间的 反复训练 对于像张孝辉这样的老队员来讲 除了要迅速转变射击理念之外 更迫切需要补充体能的短板 要做到左手携带弹药箱 就必须要对自己的上肢力量进行突击训练 很快 15天集训的结业考核就在眼前了 张孝辉又能取得怎样的成绩呢 这次考核 以魔鬼训练日的方式展开 要求参训队员 自己制定魔鬼训练日方案 在连续三十个小时 昼夜不间断作业下 完成特战队员心理 体能 意志 战术 战法的综合考验 而张孝辉却把对体技能要求最高的 战斗应用射击 放在了他魔鬼训练日里的最后一个课目 准备挑战自己的极限 从实战角度来讲 我们在作战中 不可能说是舒舒服服的 在体力非常充沛的条件下 让你完成战斗任务 我就想检验一下自己 在体能透支的情况下 还能不能完成我们的战斗任务 为了进一步从实战出发 教官周坤还把战斗应用射击的考核场 直接搬到了野外 出把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全程设置了银弦把 就是模拟隐藏的敌人 教官周坤通过手中的遥控器 控制出把时机 讨厌射手的应变能力 心理素质 以及能否掌握最佳射击的时机 我们现在一号把 我们从这个位置来收手的过程中 能够看到这个把旗舰 但是它在射击的过程中 它的姿势会非常别扭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通过这种银弦把旗舰来调控 迫使它转换姿势 灵活采用不同的姿势 迫使我们的队员 把我们的基础技能运用到我们的实际作战过程中 现在天气下雨对我们的考虑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今天碰上下雨天气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在我们作战过程中 我觉得越是在我们平常训练中 把它放入到越复杂的环境中去考验它 那么到了战场上 它的适用能力才会更强 此时 张晓辉经过连续二十多个小时的超负荷训练 他的体力已经接近透支 在之前的第一次摸底考核中 他的成绩是一百八十九秒四零 但却因为携带弹药箱和射击姿势违规 被加十六十秒 虽然是同样的课目 但在受场地变化 极端天气 体力透支等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 他还能完成战斗任务吗 考核开始 张晓辉单手携带弹药箱 通过障碍的速度很快 说明他前期的上肢力量突击训练很有成效 通过障碍区 张晓辉开始射击 面对教官周坤设置的各种战场情况 张晓辉能够灵活处置吗 他总是在设计过程中 对情况的处理比我预期要好了很多 即使是体能透支的情况下 张晓辉也能灵活处理周坤设置的各种情况 而教官周坤也对师兄的最终成绩更加充满了期待 张晓辉能够灭活处理周坤 张晓辉能够灵活处理周坤 目标语全部击毙 预测一下你用了多少时间 你自己预估一下 用了多长时间 估计 一百七八十秒吧 好 我们先验吧 一二三四 一号吧 加十四秒 对吧 没问题吧 走 一二三 加十三秒 总共加十七秒 张晓辉的十六发子弹 两发命中了两个钢板把 国标把命中了七个A区 七个B区 按照规则 他的最终成绩将加十七秒 那么他还能达到自己预估的成绩吗 你的射击用时 一百三十三秒九七 加上命中伐十七秒钟 最终用时一百四十秒九七 都好 对的 我们来看 我看 另一个地点 我们在下一个 帮助 那么 还是 我看 我们在下一个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为制胜打赢 在一次次贴近实战的训练讨核中 每一名武警特战队员都在不断适应新标准 破解实战难题 锤炼实战能力 成为反恐战场上的利刃刀锋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